市長主席 柯文哲今天是來體驗 寵物美容師的工作 還特別來幫貓咪梳理毛髮 有一些可愛的互動 不過其實回到選戰的話題是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過去就曾經拋出說 要來針對四季大學 要有學雜費的補助 而且不過才短短的10天 行政院就在今天正式拍板 要針對四季大學 每年會有3.5萬元的 學雜費的減免 不過要明年2月才會正式上路 對此柯文哲就批評說 這個就像是政策買票 詳細的狀況帶你來聽 那還是一樣啦 這個賴清德也當過行政院長 如果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那就早一點執行 你現在都已經 都已經選舉了來提出 當然人家會覺得說 這是在政策買票 還有一點啦 我覺得買得太明顯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需要 就今年9月就開始了 還要拖到明年2月 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投給你就沒有了是不是 好 那麼現在國民黨也是寄出條款 是禁止黨內的小雞來跟他黨的人 是有站台助選的行為 那麼另外也傳出郭台銘 現在是非常積極想要出來獨立參選 不過柯文哲則是回應說 對於細節自己並不是非常清楚 因為最近跟郭台銘都沒有在聯絡 而這樣子的回應的說法 也讓外界留下更多的想像空間 以上現場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